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六月二號 星期五的工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威仁 首先帶你來關心到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在昨天是在美國的華府 完成了首批的協定簽署 這是一九七九年以來 臺美間最具規模的貿易談判 中國外交部表達堅決反對 要求美方不得與臺灣 簽署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 性質的協定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首批協定六月一號 在華府美國在臺協會總部 由我國駐美代表蕭美琴 和AIT執行李氏蘭英 代表雙方簽署 這是自一九七九年以來 臺美間最具規模 最全面性的貿易談判 這次的臺美倡議包含貿易便捷化 良好法制作業以及中小企業 等五大簽署議題 這是臺美從一九七九年以來 簽署結構最完整的貿易協定 代表臺灣經貿制度 符合國際高標準 預計像是貨運業者 快遞業者 航商和出口業者 以及中小企業都能夠受賄 中國外交部則是指責美方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美方應當停止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來 不得與中國臺灣地區商簽 具有主權意涵和官方性質的協定 不得借經貿名義 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任何錯誤信號 首批協定簽署完之後 美台將就倡議底下 額外貿易領域展開協商 不過行政院認定 這個倡議是行政協定 而非條約 未來只會送立法院查詔 但是立院國民黨團 和民間團體 要求依照條約締結法 送國會實質審查 記者 郵燕慈林智堅 沙燕齊中建綱台北報導 軍公教時隔兩年再次調新 行政院會拍板 通過軍公教明年調新 百分之四 這也是蔡政府在任內第三次的待遇調整 總計調升百分之十一點四 此外為了強化延覽留任教研人員 相關的專業研究加給將調整百分之十五 行政院院會一號拍板通過軍公教調新案 明年調新百分之四 行政院長陳建仁表示 考量台灣經濟成長率相對穩健 且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幅度 降達百分之五以上 做出調新決定 預估增加經費298億元 明年的一月一號起調整百分之四 那主要的考量因素 包括我國的經濟成長率 依照足跡總處發布的那個預測值 大概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最近有下修一點是二點零四 但是相對於全球跟主要的經濟體 是比較穩健的 盤裂軍公教最近六次調新紀錄 民國九十年九十四年一百年一百零七年 都只調新百分之三 一百一十一年調新百分之四 當時創下近年調新幅度新高 這次比招辦理 明年同樣調新百分之四 將有七十三萬人受惠 蔡總統任內進行三次調整 總計調升百分之十一点四 另外為強化延覽留任教研人員 公立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 學術研究家籍 以及中研院相當等級人員 專業家籍 也將調整百分之十五 約兩萬人適用 陳教總重申調新機制法制化的重要性 至於基本工資是否跟進調整 行政院表示尊重審議委員會意見 此外行政院核定七月起調高 僅行加擊百分之十五 也證實消防海巡將比照 正在行政程序階段 記者黃子傑 陳信隆 台語報導 帶你來關心到天氣 今年台灣北部為短暫震雨之後多雲 東部還有東南部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地區及外島的澎湖金門 馬祖是多雲稻晴 午後在中南部的山區 有局部短暫雷震雨的天氣 而明天到下週一之間 是屬於未來週天氣相對比較穩定的時間 不過要注意到 就是在西半部的山區 還有南部地區 午後也會出現雷震雨 未來一個星期天氣溫暖 特別是在中南部地區 感受上會更加的溫暖 甚至到微熱 而今年天氣是晴朗炎熱的情況 中午前後 高雄市近山區或者是河谷市橙色燈號 有連續出現三十六度高溫的機率 而台南市還有屏東縣的近山區或河谷 為黃色燈號 外出要注意防曬 多補充水分慎防熱傷害 此外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東南部 南嶼 綠島 恆春半島沿海 以及馬祖會有長浪發生 目前在花蓮還有蘇澳的龜山島等地 都已經觀測到了兩米左右的浪高 而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台灣北部海面 還有東北部海面 平均風力是六到七級 最大陣風九級 東南部的海面 平均風力可達六級 最大陣風八級 從事在海上作業的船隻 要特別的來注意 而馬娃颱風是已經逐漸的來遠離 不過氣象局是從五月二十九號開始 就發布了海上颱風警報 一直到三十一號下午才解除 結果屏東的小琉球海域 卻接連被發現 有人是驚險的下海玩獨木舟 浮潛甚至還有SUP的立氏滑獎教練 疑是因為風浪太大翻覆 結果頸部受傷送贏 讓新民眾抬起受傷教練 就往岸上衝 另一頭則有人通報救護車 這名年約三十歲的立氏滑獎教練 二十九號因風浪太大翻覆 撞傷頸部 傷勢較重轉送高雄的醫院 開刀治療 隔天三十號又被募集 瘋浪明顯增強的情況下 有教練帶遊客浮潛 三十一號則有獨木舟下海 也因為風浪太大翻覆被緊急救起 小琉球接連三天海上驚險 但氣象局從二十九號晚間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後 到三十一號下午五點半 才解除警報 為何還有民眾冒險下水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回應 為了及時提供海上訊息 有邀請當地水上活動業者進入網路社群 提供及時訊息不達 只要海上不佳都會告知 但二十九號到三十一號 因為屏東縣政府 沒有成立應變中心 沒有發布警戒管制公告 盆管處只能柔性勸導 因此業者雖然冒險下水 卻不算違規 記者王庭 孟昭全屏東報導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晨書報 首先來看到中國時報的部分 馬娃颱風過境帶來的雨量 經濟部將北部地區的水勤燈號 全部降為穩定供水的藍燈 中部地區的日月潭水庫 蓄水率百分之九十五點七五 不過中文水庫蓄水率百分之七 仍然是在第一檔徘徊 接著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交通部觀光局統計 觀光旅館及旅館業 今年第一季平均房價創歷史新高 觀光旅館平均房價 每晚四千七百七十五元 旅館業是四千七兩千七百七十六元 平均房價是南投縣居冠 觀光旅館每晚平均是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五元 而旅館是三千八百三十二元 最後看到聯合報 全臺第一例活體小腸移植 五月三十號在亞東醫院順利完成 接受手術的患者是一名成年的腸衰竭女性 與妹妹配對成功 移植了一百五十公分的小腸 小腸移植有機會成為常規器官的移植項目 完成腸衰竭治療的最後一禮路 民進黨有一名女性前黨工在臉書發文 控訴在去年九月被合作廠商性騷擾 但求助當時的婦女部主任 也就是現任的副秘書長許家田 卻被反問說為何不跳車 被外界質疑吃案 民進黨昨天公開致歉 表示會檢討通報機制 姓評部會盡速調查 並且提出處置報告 副秘書長許家田請辭獲准 民進黨一名女性前黨工在臉書發文控訴 去年九月跟攝影團隊執行專案任務 卻被同車的廠商性騷擾 事後求助時任婦女部主任 現任副秘書長許家田 卻被反問為何不跳車 甚至告知啟動調查程序 名譽恐受損 讓黨工身心受創離開 民進黨一號緊急召開記者會致歉 並發表三點聲明 黨主席賴清德向受害者致歉 強調民進黨不會就這樣算了 對於姓騷絕對採取零容認 而許家田過去承認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的常務理事 如今被質疑吃案 而許家田也請辭獲准 前副秘書長林飛凡被點名當時負責督導婦女部 一號也證實有接獲許家田報告性騷案 我們確實忽略了 這個當事人決定不走申訴的這個管道 背後可能有種種各種的原因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當初忽略的 所以我認為有疏忽 我們就應該誠懇的檢討跟致歉 總統府回應蔡總統相當重視此事 對性騷擾事件表達嚴厲譴責 支持民間黨中央黨部調查此案 針對民間黨性騷案處理機制有缺失 台北市勞動局也發文黨中央 要求五號前回報處理情形 若今姓評會審議處理不當 罪重可罰五十萬元 以有多位綠營的女性名代 譴責性騷案處理方式 認為吃案已抵觸民進黨精神價值 必須正式祭出嚴懲 至於涉嫌性騷的廠商 被起底是缺姓導演 曾拍攝多部作品 入圍金鐘獎迷你劇集導演獎 長期與民進黨合作 但對性騷指控尚未作出回應 記者黃子傑 陳信榮 陳柏玉 台北報導 台電推動協和電廠改建 在地團體是反對填海破壞生態 台電也修正開發的範圍 推出三點零方案 吉隆市府宣布 將廢止之前市府同意開發二點零方案的公文 在地團體就指出 如果環保署的環評會議 繼續排審案件 要提告圖利違法 推翻前任的決定 現在基隆市政府宣布廢止 同意四階開發函 對協和改建案 能否順利推動投下變數 為了減輕開發對海域生態的衝擊 台電將填海區縮小 並且東移 卻反遭在地團體質疑 選址更不恰當 守護萬木山行動小組指出 密件內容顯示 由第三方驗證的基隆港水工模型試驗 與真實操船模擬報告 呈現三點零方案對航安存在風險 資料沒送到環保署環評審查應終止 這個都已經涉及到觸犯環評法 第二十條的刑事責任 明知為不實事項而記載者 原定本週五舉行的環評延續會議 環保署以委員出席人數較少取消 上午在協調會環保署強調 東移三點零方案仍在整個開發範圍內 也指出基隆市政府不同意開發的決定 不影響程序進行 前任基隆市長的內政部長林又昌則強調 過去市府同意開發不代表是核准開發 林又昌指出臺電在該範圍進行過水產動植物調查 顯示影響不大 而地方的開發同意含遭廢止 臺電無法接受 將依法提行政救濟 而環團呼籲正義未解決環保署 若排審環評 就會提告公務員違法圖利 內政部昨天開放申請中產以下房貸 護支持專案 民眾只要符合資格 就能領到一次三萬元的補貼 上路第一天申請網頁一度大當機 根據營建署的統計 到昨天下午三點 已經有超過六萬人完成申請 風雨旺去多起監案完工 辛苦存錢買房 房貸壓力迎面來 內政部寄出房貸定額補貼 從六月一號開放申請 符合資格就可以領到三萬元 民眾申請時免付證明文件 只要輸入借款基本資料等資訊 就能完成申請 在原先約定繳納貸款 本席帳戶內領到三萬元 這回補助對象 鎖定中低薪房貸族 要拿到補貼 點線通過五大門檻 屬於既有貸款戶 在今年二月二十八號前買房 只有一筆自用住宅貸款 合計持有房屋一戶以內 以及一百一十年加戶 各類所得在一百二十萬元以下 原始核貸金額 台北市八百萬元內 其他縣市七百萬元內 符合條件資格一次性發放 受理期間開放到 今年十二月二十九號 六月初完成申請 最快七月就能領到 搶投箱想申請 實際登入網頁 全圈一直轉 最後無法連上 一度當機超過一小時 應建署解釋申請太踴躍 造成流程卡 截至上午十點半 已經超過一萬人完成申請 本來設定的壓力測試是 一小時十萬 十萬比 但是開機瞬間就超過兩萬比 所以一開始 在流程上 比較有一點卡 但是到十點半 我們陸續都已經排除 儘管強調狀況都排除十一點半 再嘗試一次 又顯示網頁維護中 由於採權線上進行 營建署也表示申請管道 旨在官網 也不會用簡訊社群等方式通知審核結果 中央一再提醒 畢竟國內詐騙橫行 就怕補貼小確信 輪為詐騙下手目標 記者川先生臺北報導 行政院日前通令法務部三十多年前的韓市 大陸地區人民 義式中華民國人民停止試用 引發各界討論 行政院也通過國賠法的修正草案 有待立法院來審議 修法明定 只要在臺灣境內受到侵害 不分國籍都能請求國賠 日籍單車騎士來臺參加比賽 在花蓮太魯閣遭落實擊中喪命 家屬跨海提國賠 獲判四百六十八萬定業 中國籍前姓男子 多年前來臺單車環道 騎到高雄路竹被漏電路燈 惦急身亡 法官引用法務部三十多年前韓市 認定大陸地區人民 也是中華民國人民 一審判國賠四百六十三萬 全案尚未確定 不過這項韓市 行政院認為不合時宜 最近下令廢止 那國賠還賠不賠 那基於人權保障無國界的原則 未來新法通過後 對我國境內受害之境外人士 一律可依法請求 現行國賠法 警救外國人設限制 被害人國家跟臺灣 具有平等互惠 才能請求國賠 但在前年九月 行政院通過國賠法修正草案 不分國籍只要在境內受侵害 都能提出 不過有律師則點出 無論修法前後 中國人都能依法提國賠 就算我們把中國人 直接當作是外國人來看的話 那依照兩公約的精神 對於這個外國人 還是不能做差別待遇 都可以請求國家賠償 目前對於大陸地區人民 都是特別用兩岸條例 現實上面就法律適用 沒有任何的影響 但是第二個 它有象徵的作用 畢竟韓式不具法律效力 無論廢止與否 學者認為對中國人權力沒影響 除非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修法明確定義 我們目前並沒有要提出修法 或者是重新韓式的這個部分 陸委會回應 目前沒有修法打算 這回行政院大動作廢韓式 看在學界及法界嚴厲 宣誓意義大於法律實質異議 記者川先生臺北報導 臺灣的用路環境 時常被抨擊是行人地獄 目前全臺有兩百六十五處 已經實施科技執法 光是今年的一到五月底 就取締了八十一萬多件 不過行人正在穿越馬路 剛轉彎過來的計程車 就這樣直接往前開 立刻被路口監視器拍了下來 還有這輛小貨車 同樣也是沒有停讓行人 被攝影鏡頭拍得一清二楚 這裡是臺北市市民大道雨 敦化南路的西北角 市府在路燈上裝設攝影機 進行科技執法 臺灣用路環境屢遭國內外人士 抨擊是行人地獄 目前全國共有兩百六十五處 都實施科技執法 光是今年一月到五月底 共取締了八十一萬多件 其中臺北市共設置三十四處的科技執法 包括區間平均速率 高架道路多功能 路口多功能及違規停車等 在持續啟用後 交通違規也大幅降低百分之九十五點五 北市警局預計 今年會再規劃建置四處的路口科技執法 來有效嚇阻違規 降低攬檢風險與警力的負擔 而行政院也將透過教育 執法 工程和監理等四大面向 結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力量 讓行人交通事故能大幅減少 希望在未來三到六個月 能看到成果 記者為朋友組特會報導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前往日本訪問 昨天和日本防衛大臣冰田精英會談 強調美日軍事同盟的重要性 要應對來自中國 北韓 還有俄羅斯的威脅 同時也抨擊北韓發射偵察衛星 引發南韓和明日本的民眾不安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赴日訪問 上午與日本防衛大臣冰田靜一進行會談 強調考量到中國以不透明的方式 持續強化以核戰力為主的軍備 美日將會進一步強化在軍事同盟上的 核阻力更應變能力 這是奧斯汀從上任以來第七次的印太訪問之旅 這是奧斯汀從上任以來第七次的印太訪問之旅 他也再次強調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並且批評北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 雖然失敗了仍然造成南韓跟日本民眾的不安 面對國際社會批評北韓 北韓領導人競爭案的包妹金宇正 則是透過朝中社發表聲明 表示北韓有權發射衛星跟捍衛國防的權利 那些指責北韓 並且早已經發射軍事偵察衛星的國家 也應該受到譴責 還罵美國是一個無賴國家 即使北韓以氣球發射衛星 美國也會說這是違法跟具有威脅性的 聲明中也強調 北韓的軍事偵察衛星將在不久的將來 很快會進入太空軌道 並且開始執行任務 而根據南韓軍方的情報顯示 北韓最快可能在六月十一號 進行第二次的衛星發射 各位信任 陳頌比 美國眾議院五月三十一號 壓倒性表決通過 未來兩年之內將有條件解除 國家舉債上限 有機會即時化解債務違約風險 目前法案也送往參議院 預期會順利通過 美國眾議院五月三十一號晚間投票表決舉債上限協議 共和民主兩黨分別有一百四十九位及一百六十五位議員同意 反對人數則是七十一位及四十六位 最終順利通過 原先國會核准的總借款上限為三十一點四兆美元 未來直到二零二五年一月一號前將不受此限制 上週總統拜登和共和黨籍眾議院議長麥卡錫 終於達成共識 根據協議內容 除了國防醫療和社福 其他政府支出仍有上限 麥卡錫提出將債務上限提高一點五兆美元 同時要求政府削減明後年財政支出 其他包括擴大貧戶食物券救濟計畫 和取消疫情救濟金等內容 目前法案已送至參議院 須表決通過 帶總統簽署生效 才算解決燃眉之急 由於美國先前已動用特別款 財政部表示 若舉債上限無法提高 美國最快在六月五號 就會耗盡償付債務的資金 引發災難性違約 經濟學人日前也警告 一旦無法及時提高舉債上限 政府除了無法支付軍人薪資 養老金支票 債券利息等應付款項外 可能導致股市崩盤 經濟衰退 失業率飆升 對全球經濟將造成巨大影響 公視新聞兩人編譯 以色列耶路撒冷週四舉行了一場 同治遊行 有數千人參加 這是以色列極右翼政府 去年底執政以來首度舉辦 以色列國安部長班古維爾 過去是出名的反同立場 也來參加這場遊行 遭到遊行民眾嘲諷 但他聲稱支持和反對的人 都有言論自由 會有各種彩虹棋子上街參加遊行 以色列耶路撒冷一號 舉行一場同治遊行 這是以色列極右翼政府 去年底執政以來首度舉辦 這場年度盛會 吸引數千人前來參加 這就是以色列國和以色列 都要支持這類型的活動 這就是我們要關心 尤其是在以色列 無疑問 這是我第二次在以色列 這就是我們該做的 這是一個很開心的機會 但這是一個完全抗議的 在政府的反對方 有些人很激烈 很激烈 在政府的位置 在政府的位置 在強烈和計劃 現在正在努力工作 不過相較於對同志友好的特拉維夫 遊行就像嘉年華般 在耶路撒冷的遊行相對溫和許多 還有不少警察在場戒備 以防發生衝突 過去曾公開仇視同志的 以色列國安部長班古維爾 繼日前二度前往耶路撒冷 舊城區聖殿山爭議 這次還在遊行現身 立即遭到現場民眾大聲嘲諷 班古維爾被問到 來參加遊行是否故意製造挑釁 他回應猶太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種挑釁 以色列人對LGBTQ 普遍抱持接受態度 在保守的中東地區相當少見 伊斯蘭基金組織哈馬斯 蕭棗曾譴責遊行是一種挑釁 呼籲巴勒斯坦人起身對抗 公視新聞這位任務商編譯 全球最大的線上零售商亞馬遜 今年以來已經裁員了二點七萬人 又因為公司開始要求員工 回到辦公室上班 引發許多人的不滿 因此五月三十一號 有數百人在西雅圖的總部前示威 數百名亞馬遜員工三十一號在西雅圖的公司總部前舉行一小時的午餐時間抗議 對於最近大量裁員以及五月一號起 要求員工每週返回辦公室三天的政策表達不滿 疫情期間遠距離工作彈性 讓許多員工得以搬到其他城鎮生活 也有大量遠距僱用的人力 強制要求回公司上班 讓這些人面臨搬家或者離職的兩難 這次活動主要由亞馬遜員工氣候正義組織AECJ發起 一大訴求就是要求公司改善全球貨運 仰賴化石燃料造成巨大的碳足跡 日前股東報告中 亞馬遜取消了二零三零年貨運零碳牌的承諾 改以二零四零年更廣泛的目標取代 AECJ認為是開道車必須立刻改正 對於抗爭活動 亞馬遜表示尊重員工表達意見的權利 公視新聞是貴重編譯 越南的最近是天氣炎熱 最高溫甚至超過四十四度 民眾躲在家裡開冷氣 結果就導致電力吃緊 首都河內為了節約用電 縮短路燈開啟的時間和範圍 結果入夜之後陷入黑漆漆一片 路人撐著傘全身包緊緊 躲在橋下乘涼 探飯拿紙箱保護商品不被曬壞 越南五月以來歷經異常炎熱的天候 甚至在中北部地區 記錄到設施四十四點一度的高溫 六月也將持續有熱浪來襲 因為天氣太過酷熱 水上遊樂園成了民眾最愛的休閒去處 泳池裡滿滿都是人 面對極端高溫 越南民眾近期開冷氣的用電量飆增 導致用電吃緊 首都河內只好展開一系列的節能措施 例如關閉部分路燈並延後三十分鐘開燈 提早三十分鐘關燈 以維持電力系統穩定運作 以入夜接到緊剩車燈 道路黑漆漆一片 極端氣候不僅讓越南經歷極端熱浪 開始出現異常高溫 也讓降雨變少 部分水利發電廠的儲水量低於標準 發電量也因此將減少 情況恐更加嚴峻 公視新聞張玉萍編譯 焦點轉回到國內 治療癲癲出現重大突破 台北榮總發表最新研究 引進最新的機器人輔助系統 結合3D影像定位 還有即時導航追蹤 可以精準把癲癲病造切除 到現在已經完成100例 頑固型癲癲癲治療手術 三十七歲的陳先生 小學四年級十歲時 就被診斷罹患癲癲 成長期間 雖然試過各種療法 都無法有效控制病情 屬於頑固型癲癲患者 直到四年前 他接受立體定位 腦波電極置入手術 在腦部放置17支 深部電極才終於找到 併造位置 成功改善不正常放電症狀 目前癲癲沒有在發作 負責診治的臺北榮總醫療團隊表示 所謂立體定位 腦波電極置入手術 就是一種腦部機器人手術 利用3D影像定位與即時動態導航追蹤 可以精準將癲癲病造切除 比起傳統開路手術 不僅傷口小 復原快 住院時間也能縮短 目前臺北榮總已經成功完成 一百例頑固型癲癲治療手術 其中七成患者 術後可以漸漸停藥 兩成獲得控制 醫療團隊指出 臺灣約有二十萬到三十萬名癲癲患者 其中三成是屬於使用兩種藥物以上 仍然有效控制發作的頑固型癲癲 尤其年紀越小發病 大多位頑固型癲癲 對學習和生理成長都造成嚴重影響 如果能在十二歲前就積極接受治療 就能有效減少癲癲發作頻率 有不少的女性把動卵當成是在買保險 要緩解生育焦慮 但是有民間團體就指出 臺灣的動卵使用率不到一成 活產率也只有百分之二點六 而且動卵在目前並沒有法律規範 和保障 呼籲政府要正式議題 避免衍生糾紛 現代人晚婚晚育情況越來越多 為了鼓勵婦女儲存卵實力 新竹市及桃園市都推出動卵補助計畫 不過臺灣女人連線認為 動卵是女性個人的選擇 但國內對於女性動卵的保存 實用及器用並沒有法律規範 而且對於動卵機構設備及警示系統 政府更是缺乏監管機制 很容易衍生糾紛 此外婦女團體也指出 國內有關卵子解凍後的相關數據很有限 也沒有被充分揭露 目前唯一數據是臺大醫院 二零二二年的研究顯示 十八年間有六百四十位女性動卵 使用率不到百分之十 活產者也僅有百分之二點六 使用不見得就會懷孕 因為大概平均受孕率可能三分之一 如果年紀更大的時候 來做人工受孕成功率更低 假設是單身女性的動卵 那確實剛剛特別提到 是屬於醫療行為的 沒有在我們人工生殖法的規範當中 國健署回應表示 現行人工生殖法相關法規 生殖機構主要是規範不 認證夫妻的精子卵子使用 至於未婚女性自費動卵部分 還要再找相關主責機構 再討論研議相關管理辦法 記者 蠻水民長龍翔 台報導 出生在一九八一年 到兩千年的千禧世代 寫下了最晚婚 最晚生 還有子女最少的父母樣貌 親子天下雜誌公佈 最新調查就指出 千禧父母重視教育選擇權 有近四成的家長 在孩子三歲前就開始搜尋 上小學的資訊 而且有六成二的家長 孩子零到三歲就開始使用3C 七年級作家葉陽有兩個小孩 一個八歲 一個一歲 他最在乎有沒有辦法 陪著孩子成長 但現在教育選擇暴多 難免感到焦慮 反倒不是這些選擇我要怎麼選 而是說我有沒有辦法理解這個選擇後面的含義 然後去做出一個比較適合我孩子的做法 親子天下最新調查 千禧世代的父母重視教育選擇權 近一半家長考慮讓小孩就讀學區公校以外的選擇 近四成家長在孩子三歲前就開始搜尋上小學資訊 只要有能力就精心去培養 那這個也跟國外對於中產階級教養小孩的方式 有一定程度的呼應 他們會採取一種比較精心培養的方式 在resume上鋪出一條很好的路 因為成長於網路世代 千禧父母善於利用通訊軟體和數位社群作為育兒工具 百分之六十二的家長孩子零到三歲就開始用3C 在使用時間上面 他們是會截至在大概半小時以內 小孩使用3C的態度是比較俗於適度開放 他比較不像上一代 把3C當作是這個洪水猛獸 不過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彭思景指出 臺灣民主化以來提倡多元溝通和協助 從年輕一輩的父母確實看到這個趨勢 會和孩子溝通 瞭解孩子需求 記者林曉慧謝其文 臺北報導 臺灣第一顆衛星福衛一號 在一九九九年升空 在兩千零四年結束任務之後 依然在地球軌道繞行 一直到十九年後 今年的五月二十二號重返地球 燃燒殆盡 福衛一號對於臺灣來說 是促進太空人才培育 也是相關建設的重要推手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七號 福衛一號衛星跟隨雅典納一號火箭升空 原名中華衛星一號的福衛一號 是臺灣第一顆衛星 重量四百零一公斤 回到高度六百公里 而上方主要是具備三項科學籌載 要進行多種的科學實驗 原本計畫在太空待四年 最後運作了五年半 兩千零四年六月結束任務 後續依然繞行的地球軌道 直到十九年後 周仁在今年的五月二十二號重返地球燃燒殆盡 第一顆衛星的目的 就是要學習衛星製造技術 建廠房 然後建所有整測的設施 所有都是從零開始 那一定要有第一顆衛星的這個 怎麼說 企圖 福衛一號帶動臺灣 在太空人才培育 還有政策廠房 設施等多項建設 不只是奠定了臺灣太空衛星發展關鍵 更讓臺灣從衛星資料接收國 成為全球第三十三個衛星發送國 直到現在 還有裂峰者衛星 以及V8號等相關的計畫進行 不過 隨著科技發展 全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投入到太空領域的競爭 而臺灣的腳步也必須加快 如今 福衛一號真正的完全工程升退 在它之後的衛星發展持續進行 而臺灣能不能依靠半導體 核資通訊產業的優勢 在國際的太空競賽當中 站穩腳跟也值得關注 記者曹彥均臺北報導 臺中知名景點彩虹村 去年七月有部分的牆面畫作遭到突漆破壞 臺中市府豐村進行了十個月的工程之後 結合在地藝術家 學校還有社群民眾共同創作 昨天重新開放 小朋友的畫作 色彩繽紛又亮麗 這裡是臺中知名景點彩虹眷村 臺灣市府經過十個月的豐村加固工程 六月一號重新開放 部分牆面是由在地藝術家和小學生共同創作 也吸引許多民眾來朝聖 彩虹眷村因為建物老舊 臺灣市府在去年八月準備進行豐村加固工程 但當時彩虹爺爺所找的協力廠商彩虹文創公司 協強現在合約到期前 在七月底以油漆塗掉部分彩繪牆面 當時不少遊客還目睹 採用眷村被破壞 臺灣市府事後提告毀損 案件還在審理中 遭到毀損的牆面畫作目前無法復原 因此只能先在圓牆面上 暫時安裝木板 讓小朋友彩繪 那時候破壞這部分 我們也正在走司法程序當中 而這些被破壞的牆面 我們先用保護牆將它保護起來 市府表示 化作屬於動產 而附著於市府所有的建物上 所有權歸屬於建物的所有人 因此提告毀損 至於彩虹爺爺和文創公司的著作權爭議 還在訴訟中 為了避免再度被破壞 警方也加強巡邏 案發到現在 我們都不斷地 不定時的加強巡邏 而且加強盤查這邊可以的人車 市府表示 採用眷村將市營運開放到30號 先收集民眾的意見後 再調整未來的方向 將導入更多的社區創作 和爺爺的畫作相結合 目前採取非營利 免費開放的方式 佔不考慮委外經營 原定要在二零二一年舉行的成都市大運 因為疫情兩度延期 將在今年的七月二十八號登場 體育署昨天公布 母國將有兩百一十二名選手 參加十六種運動競賽 代表團將以突破五面金牌為目標 臺灣蝶王王冠宏 在今年全大運兩百疊 打破全國紀錄 並達到二零二四巴黎奧運 參賽A標 體育署一號公布成都市大運 國手名單 王冠宏毫無懸念入列 這一次的第一次參加 我想我們也是很期待 他有很好的成績的表現 那除了王冠宏之外 包括我們這一次的田徑的步驟 選剛跳過兩米二十五的 包括喜樂 包括你勤勤的 這個跳高 這些都非常不錯 兩百一十二名國手 不少人首次參加市大運 而東奧柔道銀牌 楊勇偉 體操銀牌 李志凱 跆拳道銅牌 羅嘉玲也入列 但因為上屆市大運摘金的 唐嘉鴻 曾俊欣和楊坤碧 分別殷商 個人規劃 和本屆梅飛拔比賽而缺陣 談及獎牌展望 體育署相對保守 體育署期許國手們透過市大運蓄積能量 而國手們將在七月二三起分五梯次出發 為了減少舟車勞頓 經協調所有選手和教練都能搭乘豪華經濟艙以上的艙等 前往成都 記者林曉慧 謝其文台北報導 收到齊柏林導演 看見臺灣的啟發 來自馬來西亞的留學生冯葉輝 展開自己的看見臺灣之旅 他花七年的時間走遍臺灣 拍攝百萬張縮時攝影作品 呈現臺灣之美 大輪山茶園就在眼前展開 觀眾站在影廳 四面八方被茶園包圍 腳底彷彿就踩在 南投入骨的土地上 來自馬來西亞的留學生冯葉輝 以縮時攝影記錄臺灣各角落 日出夕陽 雲海 他用自己的角度 看見絕美之島 七年來上山下海 走過十萬里路 有些路還異常艱辛 柯文雙榮集團六月在首創的 文化科技展演平臺雙榮譽 推出這一部捲美之島 縮使臺灣印象制 攝影師馮葉輝人在紐西蘭 透過影片分享製作過程 為了呈現更豐富的聲音 除了搭配灣聲樂團 演奏的本土歌謠 更運用十六軌聲道環繞音場 讓現場充滿大自然現場音 展場內的四面牆壁與地板結為螢幕 觀眾可透過影像聲音等全沉浸式體驗 融入自然山川與人文檢測 感受文化與科技結合的新體驗 記者臨近美郭俊玲台北報導 後來種鳥類八哥的數量急劇增加 嚴重壓縮本土種八哥 數量出估全台可能不到一千隻 農委會已經公告本土種八哥為二局珍貴的 稀有保育鳥類 最近在池上 有鳥友就介入到白色嘴巴的本土八哥 御廚 讓生態保育工作者很興奮 東部一騎到座陸續收割 割稻雞後方隨著一群黑色的鳥 隨著割稻雞前進 數量非常多 也不怕割稻雞發出的聲響 農民說這種情形已經很常見 也習慣了 這種披著黑色羽毛的鳥是外來種的八哥 在全台的鄉村地區到處都可以看到牠們 牠們最喜歡在邊坡 有排水孔的地方繁殖 幾乎有孔洞的邊坡基地都被牠們佔據 也因此嚴重壓縮了本土種八哥的生存 和密室空間 本土種八哥數量越來越少 全台估計剩不到一千隻 不過最近有鳥友在池上 記錄到一對本土種八哥 嘴裡叼著小蟲 飛進一處邊坡孔洞裡獄竹 這樣的發現讓生態工作者很興奮 但也擔心牠們會被外來種八哥驅趕 生存很不容易 外來種八哥相對的比較佔據優勢是 牠會利用人類的一些孔洞 或者是建築物來做竹草的動作 而且牠會跟原生種的鳥類八哥 跟麻雀等等的一些原生種鳥類 產生氣味上的競爭 本土種八哥已經被農委會 列為二級珍貴稀有的保育鳥類 鳥友說本土種八哥的嘴巴是白色的 和外來種八哥的嘴巴是黃色的不一樣 很容易辨識 現在在野外外來種八哥都是成群活動 本土種八哥數量稀少 只能夾縫中求生存 生態工作者呼籲相關單位 需要更積極的保育作為 記者張明哲台東報導 卡塞塔公是位在意大利納布勒斯地區 以雄偉華麗的建築和花園而聞名 經常和法國的凡爾賽公詳起並論 在歐盟兩千五百萬歐元 疫後修繕經費補助的贊助下 重新恢復了他習日輝煌 並且獲得南義米其林綠色指南三星景點的最高榮譽 佔地一百二三公頃廣一七五二年納布勒斯破旁 王朝的查理國王下令建造的卡塞塔公 是由史上知名的建築師路易吉范維德利所設計 填字形的巨大宮殿有一千兩百個房間 一千七百四十二面窗戶華麗與雄偉的程度 經常被拿來和法國巴黎釋交的凡爾賽公詳提並論 二次大政期間卡塞塔公曾被挪用 作為同盟國的指揮總部 十九世紀末期意大利統一後 一度被歷史灰燼所掩蓋 但卡塞塔公華美無比的建築和皇家花園 又豈是歷史長河所能幽靜的 一九九七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新冠疫情後期在歐盟兩千五百萬歐元 修繕經費補助的贊助下 把供給供電噴泉水道以及池塘用水 足足有四十公里長的疏水道給修復 並在五月初獲得米其林綠色指南南義地區 三星景點的最高榮譽 有些人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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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月 卡塞塔宮內部精美宏偉的建築 曾吸引不少電影來此取景 像是星際大戰 天使與魔鬼等作品 除了增加曝光度之外 有時還會帶來意料之外的好處 像是好萊塢巨星湯姆克魯斯 來此拍攝不可能任務期間 就捐款支付了宮廷戲劇廳舞台 帷幕的修繕費用 在此為止我們不僅僅我們說美美 而我們管理的事實 我們經濟的活動 所以我們經濟的活動 就像是在《歐洲的救護者》 和《歐洲的救護者》 跟《歐洲的救護者》 在後方18世紀的老樹林和英式花園 是當今少數幾個保持完好的大型歐洲庭院 裡頭的神殿湖泊以及將近兩百種的奇珍異草 都讓參觀遊客大開眼界 公視新聞 王滬文編譯 接下來我們起來關心各地詳細的天氣預報資料 今天空氣如何 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感謝您收看這集的宮區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我明天同學人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